我們很多時候你都會聽見 譬如有些人說腿部靜脈生蝕 但很多人就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緊張 腿部靜脈會生蝕有什麼大問題呢? 其實你的腳的血管有少許問題 是不是這麼大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靜脈那條血管所謂生蝕的意思 就是那裡的血液不流通的時候 它會瀝了 瀝了就好像我們吃的那些豬紅 它就會成為一塊血塊 而那個血塊隨著時間 因為那些蛋白質會越來越縮越來越比較實 但是腿部因為我經常動的時候 有時當你它實了的時候 它屈一屈它可以飛一節出來 但是我們由腿部的靜脈一路上去 我們的心臟呢 相對是一條幾直的路來的 基本上你的血一路上去就可以去到心臟 而在心臟那裡呢 你的心臟其實都是血流比較順的 結果它會停停在哪裡呢? 停在我們的肺動物 因為肺動物跟著就開始分支去我們的肺部 那就開始越分越細的 所以很多時候那個血塊就會去到肺動物那裡就停在那裡 就形成一個我們所謂的肺動物生失 肺動物生失就嚴重了 因為我們的肺是一個 我們身體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器官 我們要是血可以供應去到那裡 然後幫我們換氣的 如果你肺動物生失就是其中一條分支會比較好 因為只是供應其中一頁 如果那條血塊是大的 如果是失去你的肺主動物就大件事了 你立刻可以 個人立刻躺下 休息不了他可以立刻死亡的 好在很多都是 只是其中一條分支 但是這樣的時候呢 對肺部的傷害都很大 因為那一塊肺部的肺部就會掉了 就不能呼吸 不能呼吸 所以一旦有這些 我們通常都會是 立刻收入院 檢查清楚 然後就會開始開一些 博血院 阻止他繼續 形結繼續形成新的 亦都希望隨時時間 他的傷失自己慢慢可以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會產生的後果 但是那個先決原因呢 就是那個腳部 腿部那些血液循環要流通 這個最多見就是 如果大家記得十幾年前曾經有說了很多的 我們最普通的那種就是叫做經濟客倉症候群 那個就是因為我們夾在迫迫迫的經濟艙 飛機的經濟艙 沒有什麼怎麼動 尤其是長途機 那你的血液走得不好 那通常在最高風險是什麼呢 女士 在吃著病藥 肥胖 但是好在中國人的女士是 發病的機會是少過西方的 在西方這個病是我們很普通常見的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留意的一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坐飛機的時候 你不要只是坐在那裡 要有空去洗手間 找藉口走走那些 另外喝水要喝夠的 要不厭其飯 經常都有空按一下鐘 叫那些空姐空少那些給你水喝 尤其是唱到機 你如果說坐一個小時那些不要緊 但是如果坐到那些五小時以上那些 真的要多一些留心這方面的